今天跟大家介绍两个免费的声音克龙平台 第一个就是B站 大家可能好奇了B站还在声音克龙啊 对啊 我们在B站的主页里面搜B-Studio 然后出来的第一个视频 现实免费B站AR最新科技B-Studio上线 点开这个视频 B站的声音克龙工具就是B-Studio的网页版 工具的体验入口在这 这就是它的控制台 它现在不但可以声音克龙 还可以制作收拾分身了 那么声音克龙入口在哪呢 这里面的音频合成工具就是声音克龙 一键生成您的AI音频 我们点进去 好 我们随便粘贴一段文字 点击试听 大家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和我的声音像不像 各位信息鉴别专家 你擅长从众多来源细致分析信息内容 准确把握重要细节并评估其真实性 好 我们先暂停 那遇到多音字的话 比如这个重你也可以选重它 然后点击多音字 它就会自动出来音标是重啊 还是读重啊 包括一些数字的读法 比如说我输个123选重它 可以直接读123 也可以读123 包括有些英文的发音 如果不准的话 你可以选重它进行发音替换 可以用类似的汉字发音来替换 比如说这个wonderful 我们可以用wonderful来代替 你以逻辑wonderful思考者的方式处理复杂问题 你试听到都没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点上面的合成音频 然后它就进入音频合成 合成完了你可以下载 但是要使用这个音频合成工具是有一定门槛的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前置工作 好我们再回到b站的宣传视频 下面有一个了解详情 看语活动影响品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定制速度分身和专属声音 也就是声音克隆 这是一个叫做赛博计划推出的活动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下面的申请条件 这个工具虽然是免费的 但是它下面有个条件 就是小于600粉丝的up主需要填写报名申请 报名成功才会收到短信通知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粉丝门槛 如果你报名成功了之后 你需要上传你自己的一段音频素材 给b减训练 等训练完成了 你就可以使用你自己的声音来进行克隆了 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要注意的就是 它上传的素材的时长比较长 要求你上传的音频至少要30分钟 越长训练的就越会像你的声音 另外一个你上传的声音必须是没有背景噪音的 非常纯净的干音 有噪音的话也会影响训练的效果 如果你的粉丝数没有达到600的话 需要填写报名申请 你同样的从b站这个入口进去 这时候它的见面是这样的 它会首先让你申请成为BJ Studio的用户 那么粉丝超过600的小伙伴都可以去试一下 好 另外一个有限免费的声音克隆网站 是一个国外网站 叫AI Voice Cloning 就叫AI声音克隆 这个网站需要你用谷歌账号登录 也是有一定门槛的 有的小伙伴可能进不了这个网站 那你就采用其他的方案吧 如果能进来的小伙伴可以登录进来 然后使用Try Voice Cloning It's Free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导入你的原声了 好 点击导入我的声音 你可以上传已经录制好的声音 选择一个文件 或者开始现场录制 那我就不现场录制了 我选择一个之前已经录制好的文件 那么这个音频的时长 如果是录制的话 大概一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你上传的文件 只要超过一分钟就可以 我的文件有九分钟 好 已经上传上来了 然后它会让你签署一个版权声明 我们签署一下 在下面填入你的签名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同意按Continue 好 我上传的是一段中文的声音 那么这个网站支持免费 科隆1000个英文字符 好了 可以了 用这一段英文来试一下 好 已经科隆完成了 可以试听一下 Speechify has revolutionized my productivity with this custom text to speech voices 我这里上传的是一段中文的声音 让它训练了 好 我们看看能不能科隆中文 作为信息界别专家 你擅长从众多来源细致分析信息内容 准确把握重要细节并评估其真实性 也还行 虽然它下面没有提供中文的选项 这个一点开 下面没有恰例子 事实上你让它科隆中文也是可以的 而生成好之后 你就可以Donald的下载了 我们再清一下 作为信息界别专家 你擅长从众多来源细致分析信息内容 那么第三个可以用来进行声音科隆 并且支持中文和英文 音色迁移的工具就是剪映 但是剪映是收费的 如果前面两个工具 小伙伴都达不到门槛的话 可以用剪映来进行应急 虽然它收费 收费应该也不多 它是根据你的字数来收费的 好 我们随便拖一个黑场 然后添加文本 将文字单贴上去 然后我们点击文本选中它 在文本上面有个朗读 朗读下面就有个克隆音色AI 我这之前已经克隆了两个音色 给大家听一下 你以逻辑思考者的方式处理复杂问题 依赖证据形成结论 你以逻辑思考者的方式处理复杂问题 依赖证据形成结论 如果你要添加新的音色 就点这个加号 然后它会贼记给你一段文字 然后让你现场录制 简印声音科隆的好处就是 它所需要的样本声音时长很短 就这么一段话 你读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点击开始录制 大佬是个复杂的思考机器 它不仅控制着我们的思维和情感 还调节着身体的许多基本功能 是我们身体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 你点击完成 它就开始音色生成了 速度很快 然后它克隆的音色可以用于中文 也可以用于英文 我们点击保存音色 然后它就作为新的音色添加上来了 好 音色克隆好了 我们先用一段音文来试一下 我们选择刚刚克隆的音色 音色3 particles moving at high 它由于没有积分了 所以它只能视听前面几个单词 但是从视听可以听出来 前面几个单词 发音还是比较标准的 好 现在我们将文本化成中文 再来视听一下 点击朗读 选择刚刚的音色 最强本地声音克隆工具 超高怀元度 如果你点击开始朗读的话 它就会让你开通VIP 因为我的适用积分已消耗完了 如果急用的小伙伴 可以试着开通连续报月 在下一月之前 用完之后再取消 或者直接选择一个月 好 以上就是三种声音克隆的方法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用 我顺便提一嘴 由于B站的专栏奖励关闭了 所以以后国外的第一手AI资讯 我都会在这个同名公众号更新 这个号以发布AI前沿资讯为主 不会有很多爽文 当然也会有 大概两个月可能有三篇爽文 那么不想和别人拉开信息差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同名号AIFox 注意和B站的名字区别是没有胆横线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